好,各位企友大家好,那这番棋是今天5月15号 进行的2024年北海北世界围棋公开赛 中国预选赛的第三轮 由黑方刘宇航对战白方柯杰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刘宇航的话也是作为可以说最强新锐之一 但是他对柯杰的战绩并不理想 可以说最近几次交手都是刘宇航告付 柯杰可以算是刘宇航的一个苦手 我们来看看今天这番棋 开局双方都选择新小木 然后黑棋单关跳 白棋点脚 右上是一个点33的定势 然后黑棋再挂 白棋小尖黑棋再点脚 左上角黑棋选择多爬一下 然后再飞 其实这个到区别并不是很大 白棋二肩低夹 一个这个不管是作战还是唯控的要点 黑棋小尖白棋跳出 左下角的这个定势的下法呢 大致有两种 一个是黑棋直接小飞进脚 一个是跳一个出头 我们来分别研究 黑棋如果说小飞进脚的话 白棋搭上去 这样可以把黑棋给封锁 那因为白棋这儿已经筑起了一堵围墙 所以说底下这里的拆边 这个大厂就非常着急 黑棋可以选择先拆过来 那左下这个地方呢 其实黑棋是火棋啊 因为白棋如果说挤一个 黑棋长先手 白棋得补掉冲断 黑棋二路跳先手 白棋得挡住 然后黑棋可以直接扎定 这样等白棋在靠脚的时候 黑棋因为已经联络完整了 就可以直接搬在这儿 白棋断 黑棋打 白棋立 这个地方黑棋需要注意 就是如果吃的话 被白棋这么一打 沾成为先手 那上边这个眼将会被白棋给冲掉 所以说左上呢 黑棋可以鼓一个 这样白棋拐打底下这颗子 黑棋再沾局部是进火 当然付出的代价就是把白棋外边撞后 不过白棋还有一个小缺陷 就是这里还有这个冲断的问题 这个黑棋是不太怕的 底下拆边的子刚好提前走到 实战的黑棋是跳出还是不想被白棋封锁 白棋大跳 黑棋再飞 这个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平衡的一种定型 那白棋再拆 为空 然后黑棋打入到上方 白棋阵头 黑棋靠出 白棋扳 黑棋断 当然这个立方 AI的推荐是白棋最好多打一下 然后再成 这样确实打到一下 对于里边的战斗会更加有利 实战 白棋直接单长 黑棋点次 那这个立方白棋是不可能选择粘的 因为粘的话被黑棋这一场 首先这颗子已经被夹掉了 就算白棋这儿有一些先手 把左边处理 那黑棋局部也是活棋 那这样黑棋这里的打入作战 大获成功 把白棋的空给掏光 所以说这个立方 黑棋一点 白棋还是要挺投 黑棋冲 白棋搬住 下一招棋 黑棋出现了失误 就是这个地方同样是拐 但是这个拐明显就不是很好 黑棋应该往上边来一路 拐在这儿 因为这一拐的话 白棋肯定是无法冲断下来的 这样黑棋一粘就行了 白棋如果说粘这儿 那黑棋再粘 白棋再粘这个 黑棋断 外边白棋得补 提掉一手 黑棋在场把白棋三颗子给包围 那这个里边的对杀是怎么回事呢 白棋肯定得扩大眼位 像白棋这里的飞连回必不可少 那黑棋就二路跳一个 然后白棋再往底下飞 飞完之后黑棋挡 白棋再联络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黑棋局部还没有活干净 所以说黑棋得继续往二路跳 补棋做活 那局部白棋也可以脱先 像上边这里的飞压 就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因为左边的这个地方 黑棋如果说 点刺过来的话 白棋这里一挤 这个眼黑棋是不能进去顶一个破了的 因为被白棋搅上这一段 黑棋得继续做活 等黑棋做活之后 外边白棋这里还有一个冲断 这个黑棋是无法解决的 局部直接就崩了 所以说我们摆到最后可以发现 就是得到的结果 就是双方各自做活 那当然黑棋也是不错的 虽然说左上角漏着风 这个边还牵了一手棋 但是总体而言 把白棋的空全部给破掉 黑棋当然可以满意 实战黑棋往这儿拐 被白棋冲一个打持 沾上 那黑棋明显 这个断点就凸显出来了 仗下使得黑棋局部更薄 下一手棋 黑棋冲 白棋断 这也是必然的变化 黑棋倒虎 补棋 然后白棋往底下再尝 这个棋 白棋走的还是比较贪的 如果正常来走的话 可能打一下 然后就脱签了 实战白棋尝这个 是想多便宜一下 如果说黑棋 为了这个里边的味道更好 选择沾上的话 那白棋再打再拖先 尝到的这一下肯定是便宜到了 因为将来黑棋再断 其实这个白棋也可以完全打出来 那黑棋当然不愿意了 所以说往二路打 双方在这儿也是都想争取一点 这个先手便宜 假如说白棋要是尝一个 那黑棋再沾 少被白棋打到这一下 黑棋当然更好 但是这个都没有让对方的这个意图如愿 当黑棋打的时候 白棋选择冲 当黑棋断之后 白棋再长 那这样黑棋等于说 多打到二路这一下 目数是便宜到了 但是是以里边的这个味道变得更差 为代价 黑棋也不见得就好 接下来黑棋外边断 白棋打吃 这个棋黑棋长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长的话被白棋这一冲 你再往中间长 白棋拐打 他是可以全部联络的 黑棋外边的子就全部给飘起来了 这个不行 实战黑棋翻打 再打持滚打包收 然后往二路爬 白棋打了之后 虎一个 那黑棋通过这里的滚打呢 把外边这里的冲断 等于说先手补掉 但是里边黑棋沾 白棋长 这个局部还是先手 黑棋如果说不补的话 白棋马上就可以往一路搬去反杀黑棋 所以说黑棋还得再往一路搬去补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局部的话 其实黑棋也就围了20木棋左右 白棋外边呢把黑棋全部给吃通 而且非常厚实 所以说下到这里的话 其实黑棋的胜率已经是非常惨淡了 基本上处在这个接龙的状态 那左边之所以走成这样 就是因为黑棋拐的位置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后边 柯杰能不能把这个优势给把持住 实战白棋右下角碰 黑棋也是选择单长最为解明的走法 白棋拆一个 继续把这个局面给打散 黑棋上边搬 一般来讲可能会选择这种 搬了之后再断的定型 黑棋实战二路搬 选择这样一个走法 就是由于左上角 黑棋有一个二路飞的这个头在这 而且之前是多爬了一下再飞 离白棋更近 所以说这样定型呢 黑棋脚上一搬 白棋提 黑棋搬了之后再打先手 可以看到白棋上面并没有什么违控的潜力 这朵花 让白棋拔 黑棋也并不亏 之后拆 所以说这个具体的定型 还是要看周围的配置 黑棋在这儿的这个定型 是完全没问题的 接下来白棋右下挡住 走成一个立二拆三的形状 并且这个地方虽然说被黑棋紧逼住了 但是并不怕这个黑棋打入 因为白棋脚上扳瞻 其实算一个先手 因为外边的二字头一旦被白棋扳的话 黑棋脚上还得以再补 并且全部被白棋封进去了 那黑棋要承的话 白棋二路拖过 这个打入对于白棋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 实战黑棋是扳二字头 白棋反扳黑棋连扳 下一手棋白棋再长 黑棋直接穿向眼 这个下法也是比较的凶 并没有选择在外边不断 就是因为现在黑棋的时空并不理想 而且可以被白棋搜刮到的地方 可以说非常多 所以说黑棋这个时候下的非常拼 这里穿向眼之后 白棋二路斑瞻 那这个棋黑棋就要去判断一下 到底是不断还穿下来价值更大 如果说你穿下来的话 那白棋脚上这一段 外边有双打 你得粘上去打吃 白棋脚上一跑 你再一打 白棋这儿还有这个断打得起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黑棋就不能粘了 因为粘被白棋一立 挡住的话再一拐 这个脚上立马形成反杀 那黑棋要是跳一个补棋的话 白棋这一提 对吧 黑棋右边一拐 白棋再一飞 你虽然说割下来右边这颗紫 但是外边被白棋拔花 与白棋左边这里的后势相呼应 中间的潜力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说切断这颗白棋的话 黑棋是得不偿失的 实战黑棋沾 白棋贴回 那我们能可以看一下AI的推荐 就是直接打入进来 可以看到这个局势对于黑棋来说多么的严峻 因为一般来讲 就是边上有这个空的地方 先拆再打入是一个秩序 直接打入只能证明局势不好 然后接下来该怎么走呢 就是打入之后 等白棋压 黑棋这里一点 顶了再扳 白棋长 黑棋爬 对吧 他再长呢 我就比如说尖回去做活都行 拐的话 黑棋扳了连扳 把这个连脚带边的拿住 外边还给白棋留下来断点 这样是黑棋非常不错的 实战黑棋还是不急不慢的拆过来 可能觉得这个局势就这么围 好像劣势也并不大 这个是黑棋自己的一个判断 下一招 克杰选择顶住 这个顶也是为了防止打入之后 将来顶了二路扳回 提前阻读 让黑棋立 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因为外边比较厚了 你再长的话稍微重复 立的话呢 对于白棋底下这里的空 味道还是有所影响的 之后白棋扳头 黑棋先是往这一点 因为这个扳你断 白棋打是直接可以把黑棋给争死 这个黑棋争自不利 所以说实战黑棋先点 他的意思就是 如果说白棋倒 黑棋再断 那这样的话 这个断的子白棋就吃不掉了 只有选择从这儿打 冲 然后黑棋再长 但其实这样下 恰恰就是白棋的一选 因为黑棋费了老大的劲 去割下来这颗子 并且还会落一个后手 白棋底下穿出来 本身周围就有些暗谋 这样白棋没什么不满 实战白棋挺头 这手棋可节有点瘫了 被黑棋往二路拖 其实白棋还是面临被分段的风险 这边只能说白棋下的不够解明 下一手棋 白棋先飞 黑棋冲 然后白棋再搬 这个二路飞 就是为了以后冲完之后 黑棋断 先紧黑棋的气 对于下方分段黑棋 是有帮助的 当然实战先没有这样去交换 白棋走的是直接搬 黑棋冲一个之后 白棋再反冲 等黑棋断了 白棋再度过 那下一手棋的话 黑棋确实也是有所顾虑 就是如果说你从下方去打吃 再打 被白棋反打的话 那右边这三颗子必死 但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因为这样反打黑棋提掉 对吧 白棋爬到脚里去 虽然说右下这三颗子死了 脚上也被碰伤了 但是黑棋也不是说一无所获 通过左边这里的长蚊咒 再长给白棋留下来断点 因为白棋外边也没有出头 所以说他这个断是暂时不敢补的 搞不好会全部搭进去 所以说白棋只能先搬 搬完之后黑棋拐 白棋再把底下的这个三颗子给他吃住 这样的话 黑棋外边挺头 对吧 白棋这样贴 黑棋打了再拐出来 白棋搬黑棋拐 那白棋只能含泪舍弃 左下角这个小尖 被黑棋给冲死 然后白棋可能在断吃右下角 黑棋再去猛攻中央这一块 其实这样形成一个 这个脚上的转换的话 黑棋并不亏啊 而且从胜率上来看 确实也是可以接受的 接下来也可以对白棋中间这一块 展开各种威胁 那黑棋还行 实战黑棋是断在上面 然后靠这个 这样给了白棋喘息之机 这个优势又即将回来 但是下一手棋呢 柯杰走的是这手打持 并不是最佳选点 这个地方白棋最好的下法 是虎一个 这个是成立的 我们慢慢的往下摆就知道 白棋虎一个 黑棋二路冲进去之后 打持 白棋二路反打 还可以靠到脚上 那这样的话呢 虽然说黑棋局部有一个 组合拳 就是这个点完之后挖 因为白棋也不能去断吃嘛 断吃的话被黑棋这么一打 对吧 然后再拐一个这个白棋明显不行 这个大脚就送了 但白棋可以粘啊 粘完之后黑棋粘上我就度过 黑棋脚上斑破眼 我就从这夹了再立 打持连回 黑棋粘 虽然说他脚上活了 但是白棋可以通过这里的 一路硬腿的存在 把边上这里给拉回来 当然这个需要一定的计算量 我们慢慢往下去摆 黑棋冲 白棋拐回 铺一个粘上 那这样的话 因为白棋底下这里 有一个出头的地方 随时飞出来 或者唬出来都行 黑棋要想杀白棋的话 也只有这样去飞风 但不要忘了 黑棋左边也不活 这样白棋点进去破眼 底下一粘先保留这只眼 黑棋断外边景气 那双方就互相收气 收到最后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粘 黑棋挡 收攻气 再收 主要这儿还有一个结 这个里边是对白棋 非常有利的一个 打结双虎 基本上白棋没什么压力 那黑棋反正打不过 就被白棋给杀死 而且白棋通过 这里的一系列的交换 虽然说让黑棋活了一个脚 但白棋左边 刚才的这些死子 也悉数连回 白棋也获得了不少 牧鼠上的便宜 所以说这个棋的话 白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虎一个 后边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这个计算量还是非常大 不太容易想得出来 实战白棋是打 当然这样下也比较解明了 黑棋冲一个 白棋直接搬粘 先把这个先手便宜拿到 但黑棋粘之后 白棋拖先再往右下去夹 这等于说 在这个地方 白棋嗅了一波气子 从而把这个局势解明 然后又获得一个先手 比刚才白棋其实也没怎么亏 接下来白棋往右下角去夹一个 这个也是局部的一个手段 当黑棋也下出了一选 就是外边这手段 这个棋毕竟白棋没有补 这三颗子被割下来还是比较大的 接下来白棋底下挡住 这个棋黑棋就拐持了 不能去右边立 立的话不成立 因为遭到白棋这一顶 你沾连回大脚全部拱手相让 拐住的话 这一段刚才立的这两颗子都送了 这个黑棋不行 实战黑棋拐持 然后白棋再往右边去吃 这个是布局科学下的这儿的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手 白棋正确的印法 还是应该往底下打完之后 从上边这里打 再扳 这个棋是非常精妙的 因为通过威胁黑棋底下这五颗子的气 让黑棋为了成气 不得不去做一个这个断打 和白棋粘的一个交换 这个粘上之后呢 就直接紧住了黑棋左下角 这个闪电似的气 但黑棋底下再打吃出来之后 白棋就可以从二路夹过了 这个非常巧妙 因为黑棋如果说立的话 白棋这一打黑棋完全是不能还手的 如果说你敢沾 白棋这一番打一滚包 再一打再一打 直接把黑棋一口气闷到死为止 所以说那黑棋如果提的话 白棋这一冲 把这个底下五颗子又反杀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通过中间 这里斑断交换 是可以把左下角二路夹 给他走到的 这个角能拉回来不少幕属 那白棋局部倒没怎么亏了 实战科捷走的是右边这个打 并不是很好 当然是为了贯彻刚才二路夹 掏脚的这个思路 主要是被黑棋外边这一粘太厚了 白棋打黑棋提 那这个地方 而且黑棋后连同 刚才外边三颗白棋一并吃掉 这样白棋去掏一个脚 是不太划算的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左下角这个二路夹 白棋也没什么机会走到了 这个脚也是黑棋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非常亏 一下子把这个局势 基本上又送回到一个 五五开的状态 黑棋左边这里刚才 拐的位置出错 一直到现在 这个局势就慢慢搬回来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 白棋往右上角去打持 黑棋反打 白棋再提 黑棋后手虎一个做活 白棋往右边拐出 黑棋尖 白棋底下再搬 这个倒是白棋的先手权力 等黑棋搬 吃掉这三颗子时候 白棋往中间超大飞 那白棋还是想 围这里的空 接下来 黑棋往底下断打 这个是想要威胁白棋的死活 等白棋尝之后 黑棋再挺头 然后白棋搬一个 黑棋扑非常犀利 这个是先缩小白棋的眼位 等白棋提掉之后 黑棋再拐回 反正就是想逼着白棋 在这后手捕棋 接下来白棋 还是走到底下这里的断 当然现在能断到的话 也是比较犀利的 因为黑棋也只能吃回去 这个地方如果说 黑棋打一下的话 被白棋这一击打 黑棋接不归 提掉也没用 提掉的话 再往右边一打 还是接不归 所以说这个地方 被白棋断 黑棋只有吃回去 然后白棋贴住景气 黑棋也忍受不了 被白棋先手打这么两下 完全联络 所以说黑棋先冲 然后白棋打了之后 再沾 黑棋站上 下一手棋 白棋往中间飞 这个棋反正中间 多多少少 还是能围出来一点 黑棋继续发力 往这一点 反正黑棋就是想 逼着白棋往底下 顺势呢 把这个中间的空给他破掉 确实这个地方 还是比较乱的 实战 白棋联络 下一手棋 黑棋是断在这 这个棋如果说黑棋先来一个间断 这样把白棋给分开的话 那也是一种方法 因为右边这里断 等白棋打黑棋再来一个断打之后 这个是一个先手 白棋底下在被包围的情况下 是一定得花手棋去提的 然后黑棋可以考虑把中间这个挺头挺出来 也能破掉一点空 白棋如果说不补 单棋的话呢 底下要出大事了 因为被黑棋往一路点 再往里一冲这个棋 那你走这儿被黑棋再一尝 那就局部一只眼了 这个白棋肯定是不行 实战黑棋是断 然后白棋打了之后 选择猴一个连回 这个棋呢 其实最为稳妥的下法 AI的建议是白棋并在这儿就算了 等黑棋比如说这儿拐 吃回去白棋再拐 反正这样通过这里的尖顶 可以把中间的空给他守住 什么时候黑棋往这儿去冲断了 白棋再往底下提掉再补一手 得来得及 这样两边其实都能顾得上 那实战呢 白棋是选择猴在这儿 这个棋就太狠了 然后黑棋往中间去拐 主要这个地方白棋有点难受 就你如果说挡住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被黑棋再这样去贴回 那你底下还得再后手补 中间这个空马上被黑棋再掏一掏就没了 这样黑棋是可以联络的 因为冲的话他反冲 这儿断断不掉 那怎么办呢 实战白棋只有这个时候贴住 被黑棋再往前一冲 左边那里也得补了 白棋提 然后黑棋再往中间这一靠 这个棋似乎让黑棋又找到了这个自己的一个步调 然后白棋搬头 这里白棋的理想图是什么呢 就最好是希望黑棋能够搬在这儿 然后白棋一打一贴 对吧 等黑棋连回之后 白棋再往上一虎 这样这个中间的空又能围出来不少 而且黑棋中间这三颗子也就顺势死掉了 这个是白棋的理想图 但实战黑棋哪肯 黑棋顶在这儿 也是拼死一搏 那如果说右下角之前白棋的这个二路夹 以及打持是还手的话 接下来的这个处理呢 真的就是一个勺子了 这个棋呢 因为中间如果说你就干巴巴的这样去吃 吃的肯定是不大的 所以说白棋最好是整体去攻杀黑棋 比如说白棋这里的挡 黑棋一打白棋挺头 对吧 提掉我就挡住硬杀 他断白棋就提 打持 我这里打就沾上 对吧 他提过来的这个节目都可以不打 直接沾 反正就是要把黑棋整体去杀 他跳出我就长 他贴我再跳 这个黑棋也不是很好办 因为像左上角 比如说这里的尖顶之类的都是先手 这黑棋很有可能会死 何况白棋周围还挺厚的 所以说这样下白棋依然有势 而且非常有机会 实战白棋突然退缩了 冲这个 只是吃掉眼前这三颗子 结果被黑棋右边这一拐 这个地方白棋下的并不是很好 而且接下来其实白棋还是应该算了 这个地方 AI的一选是白棋往中间挺头 稳稳的吃住这三颗子 那虽然说不是最好的下法 但至少要比实战明智很多 像黑棋要是右边搬 白棋就反搬 断上来的话 白棋就拐这个 这样让他断 断不上来 对吧 可以从后边吃 吃他的这个借不归 黑棋要是往上边去断打 那白棋挤一个 打吃先手 其实黑棋也没获得太多的便宜 他右边这里拔花 围的也有线 白棋中间稳稳吃住 周围还有些暗幕 那依然是白棋还不错 实战客截走的是这里的挺头 这个肯定还是想全部给包住 然后遭到黑棋这一虎的反击 白棋搬 黑棋断打完之后 再搬这个 白棋站上 黑棋站 把这里的这个断点撤离补好 白棋再搬回 看上去好像白棋右边也没被搜刮多少 中间这个地方也吃住了黑棋 但是下一手棋被黑棋这一冲 白棋杀眼了 因为这个棋 白棋甚至于说挡不住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 挡的话呢 黑棋肯定是断了 打吃 黑棋底下一冲 中间这一斑 瞄着断 白棋得打 黑棋再往中间这一尝 这个还有沾得起 一沾白棋立马死 你手夹的一沾立马就死 这肯定不行 那白棋得这个站在天原 先把这个里边的子给他吃干净 关键就在于黑棋里边咔嚓这一段 那白棋气太紧了 你拐打的话 黑棋一尝 再往前冲 黑棋再反 那白棋从头到尾里边也就只有这三口气 那怎么办呢 白棋要拼命 一断打完之后跑的话 这个黑棋再一尝 你再压 黑棋右边再扳 那这个白棋就剩下两口气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真子情况 白棋打吃 黑棋尝一个 上边再打先手 黑棋站 再去这样扭阳头 黑棋确实可以跑 因为你这样扭 对吧 一直扭下去之后会产生一个情况 就是扭到这儿 你是扭不动了 走这儿 黑棋跑 从上边打黑棋跑 再打再跑 这个地方翻打 没有这种接不归 因为黑棋一提 反过来还在打吃白棋 但你走这儿 黑棋直接回头一断吃 白棋被吃通掉了 这个肯定不行 左上角这里扳的话 黑棋一夹 那他脚上也是活棋 这让白棋一无所获 所以说这个地方 虽然说计算非常复杂 但是可能对于他们顶尖职业棋手来说 其实也没什么太大难度了 这个前棋手都是必然 包括算到这个断完之后 斑 后边的这个真子 其实也都是必然的变化 应该都能算得到 所以说为了这个 把黑棋中间吃住 白棋挡不住 这个就有点离谱了 你只有退 然后再被黑棋冲 那这样这个后保一下子差了不少 而且白棋周围的这个潜力 包括周围的这个暗幕是越来越小 在这个地方一下出来之后 黑棋已经完成了一个局部逆转 胜率已经返潮了 虽然说这个黑棋返潮的力度不大 优势也不大 但是至少反超了 接下来白棋往上去跳 连回黑棋上边再飞 不断的在捞空 而且还随时威胁白棋的联络 接下来白棋往右边肩 黑棋挡住 白棋左上角搬了之后 黑棋再挡 然后白棋右边大跳 这个大跳也是使得这个时候 白棋胜率直接变成个位数了 ALI的一选是虎在这 认为补的更加老一点 这个大跳毕竟有点虚 里边到底什么情况 以后可能还得再多花一手棋 这个时候白棋越来越难下了 接下来黑棋往上逼住 全部走在有木的地方 白棋点刺 黑棋冲出 然后接下来白棋搬头 黑棋上边再挡 这边黑棋捞的是非常愉快 然后接下来白棋右边跳 当然黑棋接下来 这个处理有点瑕疵 就是说不应该先去直接挡 这个棋应该先往外边去虎一下 再挡 这个是完全可以走到的 白棋里边大致还得再补一手 实战直接挡 被白棋这一补 那黑棋这个刺就刺不到了 然后接下来黑棋往上去断 白棋左上肩顶 黑棋几个之后连回 那主要是这个棋不仅是中间的问题 而且是牵扯到了右上这里的死活 就是白棋如果说这样贴出去 单关连回的话 那你上边这颗紫杯 黑棋一尝就直接变成家吃了 对吧 又等于说送了黑棋不少空 而且这个地方黑棋随便走一走 连回 白棋真的是一串单关 这个棋呢 就不太好翻了 实战白棋还是得跑 然后黑棋往上挤一个 这个眼一破 右上的死活 黑棋随时可以扑进去打结 接下来白棋乖打 先吃这颗子 黑棋往上去打吃 那这个地方白棋也没辙 你要是提上面这个子 右上被黑棋扑过来 那基本上黑棋是无忧解 那白棋这里变成打结活 肯定是不太行的 而且黑棋结材还挺多的 所以说很无奈 那白棋只有右上团了 去进活 结果中间再被黑棋追一跑 这个棋呢大势已定 这个白棋就没辙了 因为右边这个棋 白棋大龙还不活 你只有先靠出 出头 结果遭到黑棋底下 这一冲的先手之后 上边再一拐打 等白棋长之后 黑棋再一拐 这个是最终一手 柯杰算清楚了之后就认输了 因为接下来 不管白棋是长也好 班也好 都拿黑棋没什么办法 比如说你要是长一个 长一个黑棋上边挤一个 中间冲一个 你这个不能拐 拐的话这一打白棋结不归 班的话黑棋断一个先手 你连回之后 黑棋再从这打 从这打完之后再沾 主要是白棋 你中间得补 你得补 你补断他也补断 那这个白棋走了半天 什么都没走到 这肯定不行 而且里边要死 那这个棋这个长不行 那如果说班的话 其实也不行 班的话黑棋有这一打之后再沾 你沾上分段黑棋的话 上边他再一段 又吃通这三颗子了 黑棋总归是可以连回家的 所以说走到这儿 这个白棋就不得不认输 那这盘棋的话 科捷失利的原因 其实主要一个在于 下方这里的定型 一个是右下角 还有一个中间 本来这个棋逼迫黑棋 左边这里去吃三颗子 他拐错地方 白棋形势一片大好 到底下这里定型 没有敢在左下角虎 是个问题 棋子的话虽然说简明 但优势变小 再到右下角 二路夹之后 从三路断打 这个下方被黑棋直接棒粘住 这个黑棋太厚 白棋优势越来越小 再一直到中间 白棋没有敢去整体杀黑棋 而是选择只是吃掉 这三四颗子 被黑棋冲出之后 这个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 因为白棋吃的并不大 将来像这个底下 比如说这个打 你沾他再打 白棋一收气 其实都没什么目数的 再到后面 黑棋下的就滴水不漏了 包括对右上死活的威胁 包括对于中间 这几颗子拉出来之后 算准了白棋吃不掉 这个都是黑棋下的非常好的地方 最终形成了一个后半盘的逆转 那这样的话 刘一航也是凭借这一轮的预选胜利 进入到本赛 那柯杰的话就非常可惜了 希望后边柯杰能得到这个 外卡名额 还是能进本赛 不然的话 这个柯杰预选出局实在是太可惜 好 那这半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了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